核还要大 结果加起来还要多 那么想当初1950年的话 美国和欧盟是世界上最大的排放体 那么今天的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排放体 这个对中国来说 也带来了非常大的压力 因为咱排放的量大 尽管咱人均可能还不是最高 人均的话 但是也超过了世界平均 那么就是说 从左边这张图 我们可以看出 中国的温室气体 这个面临的压力很大 右脉这张图呢 就是我们找了一个 大家可以看呢 就是说 比如说去年啊 就是全球的这个气温 也创下了这个新记录 就有关极端气候 包括今年 那么就是说我们强降雨 强降水 还有这个高温 那么这个呢 就是说气候异常 那么这些都说明了 这个全球气候变化呢 给人类社会带来的这个风险 越来越大 那么倒逼我们必须要采取行动 咱们国家呢 是习近平总书记呢 就是2020年9月 在联大里边提出了 那个双碳的目标 就是三零中和 三零达峰六零中和 那么全球来说呢 大概有139个国家 承诺这个碳中和 那么这些呢 139个国家呢 大概排放量占了全球的83% GDP呢 大概占了全球的90% 人口呢 大概占了全球的80% 但中国呢 就是说跟国外呢 还有一点点差别 那么中国呢 就是说是面临的双重压力 比如说我们的生态环境 尽管已经得到了很大的改善 但我们面临根本好转 还有很长的路 那么此前呢 就是又提出了一个双碳的 这个战略目标 因此呢 我们必须要协调好 这两者的关系 于是呢 生态环境部呢 就联合六部委提出了 碱物降碳协同增效的实施方案 那么这些 这个碱物降碳协同呢 也多次被写到 党中央和国务院的 这个政策文件里边 比如说美丽中国建设 还有呢 也在咱们二十大 那么进一步提出了 这个降碳 碱物增效的这么一些 概念 那么有关协同来说呢 其实最早呢 大家如果看 出处的话呢 主要是IPCC 第三工作组 提出来的这个 协同效益 目前呢 大家研究可持续发展 知道 那么协同控制呢 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 的重要的途径 那么有关 协同来看呢 其实从大器的角度来说 非常好理解 因为大家的专业背景 那么对环境有一个 基本的了解 因为污染物和碳排呢 它具有同根同源 比如说减碳 那么我能源下降了 那么能源的这个污染物的 排放量可能也减少了 同时二氧化碳的排放量 也减少了 它具有同源 同根同源性 因此呢 就是说 它这个大器污染治理呢 和温室气体减排呢 具有明显的协同效益 那么从文献上来看呢 目前的主要的减无降碳的协同呢 主要集中在大器领域里吧 那么我们所开展的对象 固费 固体废物 那么中国来说呢 是世界上固体废物 产生量最大的国家 那么官方报道呢 大概中国历史追存量 大概大概600到700亿吨 那么是世界上最大的固体废物 这个产生量 但固体废物呢 大家知道它具有双重属性 如果你处理不当 那么它就会造成环境污染 破坏生态 但同时呢 固体废物 如果能够再利用再循环 那么可以作为资源 因此呢 固体废物呢 一头牵着环境 一头牵着资源 它具有这个双重属性 因此呢 我们从这个角度可以发现呢 就是说固费资源化呢 是发展循环经济的核心内容之一 而发展循环经济呢 也是生态文明建设的基本路径之一 那我们看一看中国的大宗工业雇费 那么所谓大宗就产生量在一吨以上的 那么我们右边这张图可以看出来哈 那么中国的大宗呢 主要集中在 煤矿 野金扎 煤干石 粉煤灰 那么整个占了将近八成以上的 咱们国家的一个大宗工业雇费 那么从左边这张图我们可以看出来呢 中国每年大宗雇费的产生量 大概在30到40亿吨左右 就每年新增的 大概就30到40亿吨 那么我们知道历史最传量 刚才我们讲了 大概有600亿到700亿吨 那么我们先看一看 就是我们的一个研究方法 那么固体废物资源化 那么其实呢 从研究的视角来看呢 我们发现呢 就是说有关 环境影响的评价缺失 特别是针对固体废物 不同的资源化路径的 环境影响评价缺失 那么这个可能呢 一是呢 就是说固体废物 是这几年才得到 越来越得到重视 特别是无非城市建设 那么这些呢 可能固费呢 提到一个新的高度 但有关环境影响评价研究呢 还是不多 另外呢 就是基于现在我们所说的 协同减排 那么协同评价呢 确实 那到底就是说 它是减污了 降碳了 还是减污降碳 既减污了又降碳了 还是就是说 只做了 只做到了其中的一种情况 那么这个呢 迫切需要去 需要研究 那我们采用的 生命周期评价 那么首先呢 把这个概念呢 跟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 那么生命周期评价呢 可能在座的 各位老师同学呢 可能有些人 并不是非常清楚 可能听过这个概念 那么生命周期评价呢 是从 是贯穿整个产品 生命周期的全过程 即所谓我们所说的摇篮 到坟墓 那么包括呢 原材料开采 材料的加工 产品的生产业装配 运输 使用 回收 利用 最终处置 是个全过程的 全生命周期的 可能造成的 潜在的环境影响的研究 那么 IS7呢 就是说呢 实际上包括七个步骤 那么七个步骤来说呢 首先呢 要确定你的评价的目标 然后要确定你评价的范围 因为不同的评价范围 那么 它表现出来的一个环境影响 也不一样 比如说我们举个简单的例子 比如说这个电动汽车 和燃油汽车 哪个环境影响更严重一些 那么如果我们只关注使用段 那么很显然 那么电动汽车肯定比燃油汽车 环境影响要轻很多 但是如果我们把这个整个评价的对象 扩展到整个生命周期评价 那么这个呢 可能要看一下电动汽车的电是哪来的 如果电是绿电 那么可能环境影响还少一些 如果不是绿电 是发煤造成的 那么那个在发煤 就是煤发电这个前端 那么环境影响还是非常严重的 那么从这个视角来看呢 也不见得燃油的汽车 一定比电动汽车污染影响低 污染影响高 那么这是就是我们讲 为什么要确定评价范围 那么批评价范围以后呢 就是说需要输入产品的这个 产品的这个清单 那么基于清单呢 做环境影响评价 后面的解释说明 以及形成报告 以及这个第三方评估 但第三方评估是可以选的 目前来看呢 就是最终的话 比如说我们给企业 做产品的生命周期评价 那么一般来说 我们提交一个最终的报告就可以 那么这是就是LC的这个 主要的这个部种 那么LC为什么跟碳有关系啊 因为我们看这张图呢 我们可以看出来 生命周期评价呢 它可以评估环境影响 资源的影响 那么这个环境的影响里边呢 其实也包括碳足迹的这个影响 就基于我们这个指标 指标GWP 就是全球温室气体潜能 那么因此呢 从这个视角来看呢 它不单单可以关注环境影响 比如说我对毒性的 对资源的 对酸化的 对富氧化的 等等等等的影响 那么它也可以关注 我们对碳的影响 那么GWP 就我们这个图里边 我们圈出来的这一块 因此呢 就是说通过生命周期评价呢 不但可以评价它的环境影响 也能评价它的碳的影响 因此呢 我们开发了 我们课题组开发了一套 固费资源化减乌降碳的 这个协同评价的方法 那么这个方法来说呢 首先呢 要核准核算一下 到底固费资源化减了多少乌降 多少碳 那么涉及到这个减多少乌降 多少碳 那么就相当于 就是你相对于谁减的 于是呢 我们设定了基准情景和资源化情景 那么相对于这个基准情景 那么资源化的情景减了多少 减了多少碳是可以核算出来的 然后呢 我们就是构建了这个协同度 与协同坐标系 来开展固费资源化减乌降碳 协同评价 那么最后呢 就说固费资源化减乌降 它的综合评价来说呢 主要考量的是 这样就是说 我们那个协同度也好 协同效率也好 那么还有这个减排量也好 那么它是一个不同视角 这个关注的问题 比如说你关注协同 那么是两者协同 但你关注它的减排效率 还是关注它的减排量 那么这个不同的决策者呢 有不同的初衷 因此我们在考量 顾费资源化减乌降碳 这个协同综合评价的时候呢 要综合考虑上述的因素 于是呢 我们就是说 要综合考虑这些因素以后 那么基于决策者的这个目标 来进行多目标的决策 这是我们构建了 减乌降碳协同评价的 这个方法学 那么首先看一下 就是相对谁减排 就是你这个要算出 这个减排量 那么你相对于谁减排 就是说 那么这个里边呢 就是说这是一个数据基础 如果没有数据基础 你很难量化 我们减排的这个 到底减了多少 是吧 那么我们看下面这张图 那么我们呢 就是说 设定的基准情景 和自然化情景 那么自然化情景 非常好理解 就是说 从固体费物产生 我到收集 到自然化 到自然化产品 那么这个是它的系统边界 那么系统边界呢 就是说 当然我们并不考虑 自然化产品的 再使用的这种过程 我们的系统边界 只接着到自然化产品的形成 那么这个里边呢 就是基准情景 是指什么呢 基准情景 比如说 我固体费物 我不自然化 那么就要进行 末端处理处置 我是堆埋 堆埋 还是处置 那么这是这个 就是说 另外呢 就是说 由于这个固费资源化 那么我们的固费资源化 那么它形成了资源化的产品 那它替代了原生材料的这个过程 那么这个过程呢 就相当于就是我替代了原生材料 那么原生材料呢 包括同它的开采 加工制造 相当于我避免减少了 这部分的环境影响 因此呢 就是我们的基准情景呢 就是对应的两种情况 一个就是说 不处理 另外我替代原生材料 那么这两种基本的情景 那么我们通过生命周期评价 我们可以看出来 就是我首先可以看出 基准情景和资源化情景 到底减了多少量 那么减排量 那么如果是针对污染物的 减了多少 针对温室气体的 到底减了多少 那么我们就可以清晰地计算出来 我自然化的情景 相对于基准情景来说 减了多少量 那么下面呢 我介绍两个案例 就是结合我们前面讲的 这个粉煤灰和尾矿的 这两类呢 就是说非常大 那么粉煤灰来说呢 就是说大家知道 就是我们的粉煤灰自然化的 内用途径来说呢 还是有很多种的 但是考虑到市场的成熟度 那么以及经济的可行性 那么其实呢 粉煤灰自然化来说呢 主要是三种途径 就粉煤灰做水泥 制水泥 粉煤灰做那个制气块 粉煤灰制混凝土 那么这些都是针对建筑材料的 于是呢 我们选择了这个功能单位 比如我利用一吨粉煤灰 那么相当于我 就生产了3.3吨的粉煤灰水泥 因为我这个粉煤灰 就是粉煤灰水泥的话 粉煤灰只是部分的这个原料部分 那么相当于就是我利用一吨粉煤灰 我相当于生产了3.3吨的粉煤灰水泥 同理呢 就是相当于利用一吨粉煤灰 相当于2.08立方米的气块 4.92立方米的混凝土 那么然后呢 我们开展生命周期评价 那么生命周期评价来说呢 最重要的就是这个数据的来源 那么数据的来源的话呢 数据分为一手数据和二手数据 那么一手数据主要来自于实体调研 就是实际运营的数据 那么这是比较真实的数据 二手数据呢 有历史文献里边的 比如文献 比如咱们查阅文献查到的 还有呢 就是说我们已知的数据库里 已有的一些数据 那么这里边呢 就是我们看一下 这张图的这张表呢 是我们通过实际调研 以及文献调研所获取的 那么绝大多数的数据呢 都是这个 就是我们实际调研获取的 那么这个就是我们相比于 这个基准情景是什么呢 基准情景来说呢 就是说粉煤灰做水泥 相当于能够替代水泥生产所 数据的天然熟料 就减少了碳酸钙的使用量 那么粉煤灰制气块呢 相当于替代了天然合砂的使用 不然的话我们就用天然合砂 那么粉煤灰制混凝土呢 主要替代了部分水泥 及其骨料 然后我们呢 就采取协同评价来说呢 我们看一下 就协同评价来说 大气里边呢 有协同度和协同坐标 那么协同度来说呢 相比来说就是说 上面的话呢 公式里边呢 就相对于就是说 污染物的减少量 比上污染物的总排放量 比上的温室气体的减少量 比上温室气体的总排量 那么这个很好理解 那么如果它大于零 认为它是有协同的 如果大于一 那么认为减排 在这个减物的这个协同 效果好于减排 就温室气体减排的 如果小一呢 正好是反过来 那么协同坐标来说呢 这个道理是一样的 就在不同的向线里边 那么我们定义 就是说 比如说横轴定义为 温室气体的减排 那么纵轴定义为 这个污染物的减排率 那么这样的话呢 就是说我们可以 在不同的向线里边 其实原理呢 跟协同度是非常类似的 只不过呢 就是说这个协同坐标系里边呢 它还可以根据 就是说这个 所设立的这个 就是我们减排的 距离远点的距离 来确定协同的程度 就是我有可能 协同度大小是一致的 但我协同的程度 是不一样的 那么这个取决意 就是你这个离远 这个坐标 离远点的远近来确定 那么因此呢 我们构建了 简物降碳 这个顾费领域里边的 协同度 那么我们用生命周期评价 计算出来 相对于基准情景的 这个简物量 和基准 基准情景的 这个温室气体减排量 然后呢 用两者的比值 来定义这个协同度 那么这是就是说 这是我们针对 不同技术的 这个不同 这个自然化技术 和自然化路径之间的 这个协同效应的比较 那么如果采用 整体评估的话 比如我评价一个 区域里边的情况 那么我们可以根据 我们设定的 不同情景 那么这个情景来看呢 就是我假定 我情景处理的 自然化的量 都是一定的 只不过自然化 在处理的途径选择上 那么这个比例 是不一样的 那么进而我们 可以来确定 就是整个区域里边 简物降碳的 这个情况 那么我们现在 主要看一下 这个研究成果 那么研究成果呢 我们用生命周期评价呢 看一下就是说 首先看一下 就是它的 这个 这个环境效益 那我们先看看 温室气体减排效益 那相比于就是 普松 普通硅酸盐水泥 大概生产一吨 粉煤灰水泥呢 温室气体的 这个排放量呢 降低了 22.4% 就相当于 我一吨粉煤灰 作为这个 作为这个 掺料生产水泥 那么大概温室气体 可以减排 650.2千克 那么这个 为什么有这么大的 这个减排量呢 主要是因为 就是说 我们减少了 水泥生产所需的 天然熟料的用量 不然的话 我不用粉煤灰 我就得用碳酸盖 那么碳酸盖 在断烧过程中 会产生大量的 二氧化碳 那么同理 那么粉煤灰 做气块来说呢 大概生产 一吨粉煤灰 增加气块 那么可以减排 温室气体呢 39.46千克的 二氧化碳 那么这个呢 主要是因为 就是说 它替代了 核砂 那么核砂 在进行 这个就是说 核砂在进行 开采 运输 加工过程中 也会产生 这个二氧化碳 温室气体排放 它替代了核砂 第三个方面呢 就是粉煤灰 制混凝土 那么一吨粉煤灰生产的 混凝土呢 相当于 温室气体减少了 174.36千克的 二氧化碳 那么三种 这个气体的 这个减排效率来看呢 就是说 如果从温室气体的 减排效率来看呢 那生产水泥是最好的 那相比传统工艺呢 温室气体的减排量呢 可以达到20%以上 那么这个呢 主要的减排 我们刚才讲 就是主要是因为 它是减少了 一次资源 或碳密集型建材的生产 你包括减少了 碳酸钙的使用 包括减少了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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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然核砂的使用等等 那么这些呢 会导致 就是说 这些 这些呢 这个天然的 这个 密集 这些材料 都属于碳密集型的建材 因此呢 会产生大量的氧化碳 所以它具有很好的减排效益 那么我们看看它的环境效益如何呢 那么有关这个生命周期评价来说呢 它可以评价的这个污染物的种类是非常多的 大概整个生命周期评价大概可以评十几种的这个污染物 那我们主要基于和实际比较贴近的 我们选择了五种污染物 那么一个是酸化 浅势 一个是臭氧症破坏 一个呢 海洋水生生态毒性 还有淡水水生生态毒性 还有负氧化 那么我们从右边这张表 我们可以看出来 那么就是无论是做水泥 做气块 还是做混凝土 那么整个来说 那么它的都具有 就是减排的正效益 就污染物减排的正效益 只不过在不同的资源化技术里边 那么这些特征污染物的减排效率是不一样的 比如说做水泥 那么做水泥来说呢 在五种特征污染物来看呢 它的减排的率呢 都差不太多 大概都是在30%左右 但做增压器块 和做混凝土的话呢 做混凝土来说也差不太多 只不过呢 减排的这个污染物减排的效果呢 不如做水泥的 大概只有13%左右 12%到13%左右 但对于增压器块来看呢 就是它不同的污染物之间 这个减排的这个效果呢 还是不一样 比如说酸化大概只有8.09% 这个海洋生态毒性大概只有3.8% 但是呢 负氧化呢 就可以达到17.24% 那么就说明了 它的个体污染物的这个减排的效果之间的差异 还是有 还是比较大的 那么这张呢 就是我们一样 就是我们呢 是对比了一下 那么这个就是说相比就是这个基准情景 我们自然化的情景 普遍来说都比基准情景低 小 那就是说明它自有环境正效应 那么因为它小 它是因为这是环境影响 是指越小应该是效果越好 那么因此呢 我们后来又看了一下 比如说我们随便举个例子 比如说我看酸化 这个酸与酸化这个情况 那么我们拿2019年 比如说全国的粉媒会全部可以自然化利用的话 那么相当于就是说 我们全部可以自然化利用的话 大概呢 就是说我们可以就是说减少一年 2019年可以减排的量呢 我们用之前计算的结果 那么可以看出来 用它乘上它的总量 我们大概可以算出来 它减少这个减排的这个二氧化流减排量呢 大概大概达到27.88万吨 这个二氧化流 那么这个减少了相当多少呢 如果我拿这个咱们国家2019年 总体的二氧化流这个产生量来看 那么大概呢 相当于它减排了6.1% 那有的老师同学说了 这个6.1%也不太大 但这个仅仅是这个我们粉媒会自然化利用的 比如说我们大家知道 这个大增供限顾费主要的用途是做 那我们还包括煤干石的 包括尾矿的等等 那么这样加起来 如果全部自然化的话 那么环境的影响的效益是非常显入的 但这是一个理想状态下 因为实际上呢 就是说粉媒会大概综合利用力不到50% 那么大量还是堆存着 因为它这个受市场和经济的好多因素影响 特别是受经济因素影响的 所以说它并不可能百分之百 我们只是做了一个理想的一个估算的一个情况 然后我们看一下 就是说我们把它中和放在一起呢 看一看就是说 粉媒会自然化利用在做水泥 做气块 做混凝土 那么在各种污染物和碳减排之间 协同是效果是怎么样的 那么这个表中呢 我们可以看出来 越接近于红色的 说明协同的效果越差 越接近于绿色的 那么协同效果越显入 那么协同效果越显入 那么对于这个就是说 制水泥也好 那么这个就看制水泥 那么这项单单看做水泥的话 那么海洋污染物 淡水污染物 和这个就是说这个臭氧层消害 臭氧层污染物的这个 这个 这个 这三类的污染物的话 那么它的碱污降碳的这个协同度呢 还是比较高的 那么对于做质压器块来说 那么水体负氧化污染物 这个碱污降碳协同的效果呢 还是比较高 至于做混凝土 那么这个就说这个 这个 这个大气污染物 如酸化 那么的减排的协同度呢 还是比较高 那么这个呢 就我们可以看出来 就不同技术之间 对应的不同污染物的 碱污降碳的这个 这个协同的这个效果 是不一样的 然后呢 我们再举一个 就是尾矿自然化利用的 这个环境的效益 那么尾矿来看呢 就是我们前面这个 因为这个方法是一致的 我们首先建立 它的基准情景 和资源化的情景 资源化情景来说呢 我们大概选择了 尾矿制备增压器块 尾矿添加胶凝剂充填 和尾矿替代这个混凝土 细骨料 那么这样的话 我们可以看出来呢 从这张图 我们可以看出来 它整个自然化的情景 还是都比基准情景要少 那么就说明 它具有明显的 这个环境症效益 于是呢 我们做了一个 区域的这个研究 因为之前我们也 最做类比呢 就自然化技术之间 讲过这样的研究 因为这个方法是一致的 我就没有给大家展示 我就展示一下 比如说在一个区域里边 比如在一个城市里边 那么尾矿自然化利用 简物降碳 那么我假定 比如说我们整个区域里边 我尾矿自然化的量 是一定的 那么所体现不同的 就是在各种 自然化的情景路径下 我的使用量是不一样的 比如说 我这个自然化路径 可以是天冲 可以做滚凝土 细骨料 可以做增压器块 可以做水泥 可以做这个泡沫微精玻璃 那么我们看一看 就是说 到底就是说 在相同自然化的量的情况下 那么哪一个减排的效果是最好的 如果它这个相同的自然化的量的话 这个是一致的情况下 哪个减排量越高 那么证明哪一个情景 它简物降碳协同的效果越好 那么可以看出来呢 整个来看呢 就是情景二 那么可以和这个是最好的 那么情景二呢 和情景 但是我们通过 对这个 对这个现场的调研发现呢 就是说 就是说实际上我们发现 就是情景四 情景四来说呢 它就是说这个 就是说大量的充填 那么充填的比例是最大的 尽管它的减排的效果不是最好 那么相比于情景二来说 那么情景二 那么它的这个减排的这个效果是最好 因为它的减排量 这个是最大的 但从实际操作情况而言呢 对于西部来说 还是优先选择情景四 因为它可以大量的销纳这个尾框 因为它主要是 就是看从这个 就是大家可以看 这个比例可以看出来 那么它主要是这个充填 是个大头 你知道吗 那么我们看一下 就是说这个 如果就是说 在东部地区 经济比较发达一些地区 那么经济比较发达一些地区 那么以矿资源化来说呢 我们可以参照情景二 那么情景二呢 主要是制备一些高附加值的 比如说制备这个泡沫微波金 泡沫微金玻璃 那么这样的话呢 它的减排效果是非常好的 你看整个情景二 因为我们这个 这个区域的案例呢 是拿铜铃来做的 那么铜铃 咱们是大家知道 这个铜尾框 铜的这个这个尾框量 大概是非常大的一个一个城市 那么相当于 就是说情景二的话呢 减排的量呢 如果尾框全部资源化的话呢 相当于减排量 相当于达到北京 天津上海 重庆2019年的碳排放量 那么这是一个理想状态啊 所以我们建议呢 东部地区呢 可以优先考虑情景二 那么这样的话呢 减排效果是最好的 那么情景二呢 主要取决要有强大的 经济实力和技术支撑 那么这是我们通过研究 得出的这个结论 那么最后呢 我就给大家说一点 几点政策的这个启示 那么建材来说呢 就是说这个 就是说这个 市场呢 还是比较广 那么固体废物资源化 利用技术 与管理体系的研究呢 还是十分必要 那么这是我们得到 第一个政策起的 第二个呢 就是说固体资源化 全生命周期的 碱污降碳的效果 还是比较显著 那么碱污降碳的机制 路径及示范应用呢 还是应该受到这个 就是说研究 那当然要考虑 市场资本和政策决策 有时候需要政策决策 比如说我关注的是 绝对量 还是关注它这个 协同减排的效果等等 第三个方面呢 就是说我们要设立 规范的固体废物 那个管理平台 那么目前来看呢 就是说由于这个 固费资源化领域里面呢 它地区差异性 还是比较大 那么因此呢 就是说你要有一个 规范的固费管理平台 才能有一个 很好的这个数据接口 最后一个方面呢 就是说我们还是要 鼓励固费呢 向高质化利用技术推广 完善资料化利用的标准 那么我呢 第一个报告呢 就给大家介绍到这 这是把我们课题组 近期做的一个领域 跟大家做一些分享 那么一会儿 大家可以再交流一下 下面呢 我就把我负责这个期刊 跟大家做一个宣传 我负责这个杂志呢 叫EIA Review 中文呢 翻译成环境 影响评价素评 这个杂志呢 现在呢 大概是一个主编 六个副主编 那么过去呢 这个杂志呢 是个小众的期刊 大概只有一个主编 两个副主编 我当副主编的时候呢 大概只有两个副主编 每年的投稿量 大概几百篇的这个投稿量 是个小众的期刊 那么现在呢 随着这个整个期刊的投稿数量的增加 那么现在呢 大概一年可以达到四千篇左右 因此呢 就是这个副主编的数量也在增加 目前我们还在准备增选两个副主编 主要可能来自于非洲 可能找一个 因为整个这个外文期刊的话 他要想着一个地域的分布 还有呢 人员的这个国家的分布 目前来说呢 中国的人呢 大概有三个 我以外呢 还有这个厦门大学林波强 大家可能你们做经管的 可能对他还是比较熟 因为他主要做能源经济的 能源经济的 是咱们国内的一个 非常知名的这个学者 当然还有就是说 南开大学王岩 他主要做环境社会学的 环境和社会之间研究的 此外呢 就是我们欧洲有一个 主要偏注意生命周期评价 然后呢 巴西 南美有一个巴西的 他主要偏注意环境影响评价 还有这澳洲的 他主要关注于 关注于城市 尺度的 循环经济相关的一些领域 那么当然就是我们最新 还有一个美国的 那么他主要是 这个就是说 南美和北美各有一个 那目前来看 我们正在考虑就在非洲 或者欧洲寻找一个 可能在亚洲 在日韩 可能在寻找一个 整个就在 还在寻找过程中 影响因子来说呢 就是这个近几年呢 稍微增长速度呢 要比前些年要增长的快很多 你像这个2016年到2019年 这个就是说 基本上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 2.9 3.0 那么这个 那么这个就是说 这个影响因子来说呢 在整个SSSI里边呢 它在一个环境研究里边呢 大概是在 Q1 就是第一区的 大概127的杂志里边 排14 那么近几年的 环境影响 影响因子的增长率呢 还是相对来说比较高一些 那么这个呢 是大家关心的 就是说这个 首先呢 看就是说这个 这个大家这个剧稿 那么剧稿来说呢 所有的期刊来看呢 就是一区的期刊 我知道的 比如说GM RCR GCP 还有这个等等 这些杂志的话 基本上都差不太多 基本上就是说 直接被剧掉的 大概有70% 投稿以后 大概还有10%左右的 这个剧稿 那么总体来看呢 就是说剧稿率 大概在70%到80%之间 那么这个大概 整个这个期刊的 这个剧稿率 那么从这个角度来看呢 剧稿量的 剧稿率呢 还是还是比较高的 但所有的期刊 可能都差不太多 你知道吗 另外呢 就是说这个 就是有关那个 接收的这个地域分布来看 那么最显著的 一个变化来看呢 就是说 中国呢 就是说这个增长的速度 首先看亚洲的增长速度 非常快 过去这个杂志呢 主编 副主编 可能都是老外 我是上一届 就2020 我是2017年 进入这个期刊呢 开始做副主编 做了三年 然后呢 2020年变成了主编 主编现在都做了 快四年了 就是说这个 那么之前的话呢 就是说这个 主要是欧洲的 这个澳洲的人 投稿量比较大一些 那么近2020年以后呢 就亚洲 异军突起 那么亚洲主要体现的是中国 那么现在呢 就是我估计 50%以上 应该都是中国人投的 就中国人投稿量 还是增加 这个我觉得投稿量激增呢 可能跟主编 有很大的关系 主编是中国人 那么中国人的思维模式 可能跟主编是老外的 思维模式还不一样 那么过去来说呢 这个杂志呢 中国人投的不多 一年也就投过几十篇撑死了 那么现在来看呢 就是说中国人 大概投稿量 应该大概在一两千 一两千 那么一两千的话 就大概50%吧 应该我估计有50% 那么就中国人投稿的这个数量 来看呢 还是增加 另外大家所关系 另一个问题呢 就是这个投稿周期 投稿周期来看呢 整个EIA Rail来看呢 它不算最快的 但也不算最慢的 它这个投稿周期来看呢 相比来说呢 还是 还是就是说 比较快的一个期刊 一般来看呢 就是说你从投稿 到第一轮就直接被拒掉 这个周期很短 大概不到一周时间 两三天 三四天 可能也就知道结果了 那么这个呢 就是说投稿以后 那么送审 到最终被接收 一般来看呢 大概四个月到六个月 但也有快的 快的两个月 可能就下了 但也有比较慢的 有八个月的 十个月的 那么最长的的话 我处理过一个一年的 但是超过一年的 还是不多 超过一年的 还是不多 你知道吗 但是呢 目前来看呢 就是所有的期刊呢 由于中国人的 投稿量激增 那么导致的话 就是说 大家就是说 这个投稿 审稿的周期来说 都变长了 包括这个JM 总环 等等 那么这些呢 可能都变长了 主要取决就是说 投稿量 大量增加 导致了就是说 评约人不能及时 反馈这个评约意见 那么这个呢 就是说 这个我就不再讲了 这个就是说 这个Size Direct 使用 TOP 就每年就使用 这个Size Direct 就是数据库的 拿五个国家 那中国也排得非常靠前 那么重点呢 介绍一下 就是说这个杂志 这个杂志 有一个界面 大家进入主页的话 可以建议界面 所以说呢 如果想投稿的话呢 特别是第一次投稿的话 一定要把这个 就是说这个投稿的虚知 要求要读清楚 有的人呢 就是说也没有看 这个投稿的虚知 他就随机投的 觉得是离去的 就投一下试试 那如果你并没有 严格按照投稿的 规定要求 来投的话呢 比如说举个例子 比如说Highlights 就是说这个重点 就是说这个强调 这个就是一个 关键的这个重点 这个介绍 大概他要求 不要多于85个字 那有的人呢 就是说基本上就是 你一看所有的文章呢 基本上呢 就是说都是 一小段一小段 有个三段四段的 但有的人呢 就是上来一下 写一整段 那么基本上呢 字也抄了 另外呢 也突出不了重点 那基本上 他就没有看过 这个投稿的 这个这个这个须知 也没有看过 这个这个期刊那些杂志 那么可能就会被 直接被锯掉 所以这个礼拜呢 就是大家 投哪个杂志呢 一定要把哪个杂志的要求 一般正门的要求啊 这个就是说 这个投稿的这个格式啊 投稿的要求啊 那么必须要搞清楚 那么这个呢 不然的话呢 就是你写的再好 可能又不符合 可能直接就会被锯掉了 然后呢 就是大家所关心的 就这个 这个为啥 就是说这个 这个scope 就是说哪些范围的 这个杂志 杂志 符合 哪个范围 符合这个期刊 这个里边呢 就是说 首先呢 要要盯正一下 它叫review 但不是说 只有review的文章 才接受 事实上我看呢 自从我当主编以后 review的文章 可能每年 不会超过20% 因为这个review的文章来说呢 接收review的文章 不是见容易的事 咱们呢 国内的这个 这个学生呢 最擅长写的 就写个中诉 那实际上我们知道 中诉的话呢 都是要在一定领域里边 特别是对这个领域 要十分了解的情况下 才可以写中诉的 但咱们学生呢 随便找一个文献计量软件 那么就做一个文献中诉 很快写一个 那他做不出自己具体的 实际的这个研究的时候呢 就写个中诉 那就去投 投的话呢 这类文章的话 在ei review的基本都 95%都被直接拒掉了 因为本身来说 你这个文献计量的分析方法 根本就不是自己的 这个就是说 这个自己写的内容 都是这个文献计量分析的 比如说 哪一个杂志发稿量高啊 哪个作者啊 谁和谁有相关性啊 分析的这个领域方向 这都是整个这个文献计量软件 所做的这个工作 因此呢 不赞成大家学生呢 直接写中诉 你要是在这个领域里边 有一定影响力的 或者是有一定研究的 你写下中诉可以 因此呢 就首先明确一下 这个叫review 但不仅仅 不单单只收review review现在收的文章 不是特别多 更多的中国人最擅长写的 还是这个案例研究 实证研究 对吧 那中国人最擅长写的 这个案例研究 那么就是说 我研究哪个 哪一个区域的 哪个城市的 国家的 那么等等等等 就是这个 另外呢 就是说整个这个 收稿的范围呢 叫环境影响评价 那么这里边的 环境影响来说呢 是一个比较宽泛的 一个环境影响 比如说 我们收 狭义的 环评的文章 项目环评 规划环评 政策环评 那么等等 那么这是收的 包括它的一些方法 一些案例是收的 此外呢 就是我们也收 环境经济的 那么这个呢 就是咱们这个 这个金管学院 金融学院 这个这个商学院 投的最多的 比如说研究 什么绿色经济 这个这个绿色金融 绿色经济 生态经济 那么就是主要 跟这个环境经济 这个有关的 那么这是收的 还有呢 环境社会 环境性的 那么比如说 林币效应啊 什么绿色消费行为 等等等等 那么这是这个 另外呢 在这里边也收和健康 影响评价的 那么健康影响评价 以及生命周期评价 另外呢 就是目前来看 投稿量比较多的呢 就是大家目前 就是跟我刚才讲的 这个这个 这个主题很相关 就大家研究 碳的特别多 研究碳的 碳核算的 碳金融的 碳经济的 碳计量的 特别特别多 那么这个碳的文章来说呢 也是整个杂志 收稿的一个范围 总之来说呢 就这个范围来说呢 相对来说 还是比较宽泛的 比较宽的 比较适合于 就是说这个研究 比如说 环境经济啊 环境管理啊 环境评价 那么等多学科 就是交叉学科 也做研究的 那么这个投这个期刊 那么这个递交的 这个过程来看呢 是这样 就是说 一般来说呢 就是说 要求提交五个文件 至少五个文件 首先呢 就是要包括一 就是一个文件 就是你这个title 就是你这个文件的名字 就是文章的名字 作者 通讯方式 通讯作者 第一作者的标注 等等 就是这个里边呢 就是说 这是就是说 这个 一个单独的这个 就title这个 就是 另外呢 就是说 有的时候呢 就有的时候呢 就是这个 就是作者呢 就把这个 就是这个标题这页 就title 这文章标题这页 把这个摘要也放进去 但是我不建议大家放 摘要呢 还是放到正本里边 可能会好一些 这样 另外呢 就是说 Highlights Highlights呢 EI Review呢 要求限定了85个字 85个字 然后呢 系统里要求你推荐 2到5个这个评约人 但是一般来说 我们要求推荐4到5个 因为你推荐的越少 那么可能就是说 就是人家接受审查的 这个这个情况来说呢 可能这个可能性越小 所以推荐4到5个 但是呢 大家知道推荐会推荐 主编或者副主编 用不用 那是另一回事 后面我会来说一下 这个里边一些注意事项 就是说 就是说 然后呢 Carlighting 就是说这个 就是说 就是说白了 这是一个模板化的文件 就是你为啥 投这个 投到这个期刊里边 首先你得说 你这个研究 符合这个期刊的投稿要求 那你这个研究的 主要内容创新是什么 另外呢 有一些 比如是要求 比如说我这个文章 我们没有一稿多头等等的 那是个套路性的问题 Carlighting letter 反而是一个 是一个模板化的一个东西 然后呢 就包括这个 就是说这个 还有一个就伦理要求 就是不存在 就是剽窃 抄袭 或者一稿多头 这个 那是一个打勾打插的 一个文件 另外呢 就说 还有一个就是 就是证文 证文来看呢 就是说 一般来说 EI review的话呢 它虽然没有在这个 这个 就是说这个 就是这个 要求里边提出来具体的数字 但是一般来说 我们控制在一万字左右 因为它毕竟是一个 在文科有的比较善写 大概可以写的一万 两万字 有的可以写的三万字 但是我们不建议写太多 因为写太多的话呢 其实就是 显得 一是这个文章的篇幅比较长 另外呢 就是说 还是就是大家 增加了大家阅读的 这个这个比较麻烦 因为量 比较大 那么 另外呢 就是说 不同的人呢 也可以 你可以把这个图和表 放在这个正文里吧 但你也可以单独 把这个图和表 单独就是说 放在这个 单独有一个放图的 单独有一个放表的 那么这是这个 当然 此外呢 就是有一些辅录 比如说 你正文 写不下去 正文太多了 你可以写一些辅录 比如说 你常用的一些方法的 计算过程 你这详细的参数的表征过程 那么这个里边呢 可以作为附录 那么 以便于这个 就评阅人呢 更容易看明白 你这个文章是 是怎么写的 怎么算的 那么这个里边呢 就是大概就是说 这个至少呢 包括五个文件 这五个文件来说呢 就是说还是 就是说这个 各有侧重 这是呢 一个投稿的 一个正常程序 你投完以后呢 可能 系统首先要给你反馈 比如说 你的要求不太符合 比如说你这个语言 差一些 比如说语言 需要进一步的润色 另外呢 就是说你这个 就是说这个 文章 这个查从率比较高 或者就是说 你文章的字数比较多 或者你哈拉一次 就是说这个 这个字数呢 超了等等等等 他会提一些 这个给你一些 就是 还没有 就是说送审之前 他会提交一些 你再进一步修改完善的 这么一个建议 修改完善的建议 如果这一关过了 那么就是送审 那么送审来看呢 基本上就是说 大家根据不同的专业特点 来送到不同的主编 和副主编手里边 当然有时候 为了平衡一下 每一个主编副主编 那么就是 比如说 某一个领域的文章特别多 但是你不可能 分到同一个 这个主编和副主编手里边 也会平衡一下 但总体来看呢 就是说 如果你能送审 实际上呢 就是说 第一关还是很重要 如果能够送审 那么就大概有 百分之七八十成功的可能性 因为送审以后 基本上在剧调的概率呢 大概只有百分之十 到百分之三十之间 就是你这个概率会大大缩小 大不了是一修 不行 二修 二修不行 三修 反正就反复修 修到这个平衡人满意 就可以 那么于是呢 就是说 就会涉及到下一个环节 就是送审 是吧 那么这个里边呢 就是说送审完以后呢 其实里边呢 就是说有关茶丛 最后稍微多说一下 这个茶丛来说呢 就是说这个 系统会自带一个茶丛软件 但是呢 这个茶丛来看呢 就是说 如果你重复提交 系统也能反复出来 比如说 我递交过了 被拒了 那我再次递交 那么这个系统会显示一个 非常高的一个重复率 非常高的一个重复率 那么这种情况来看呢 不同的主编呢 处理的这个也不一样 有的主编可能就直接剧掉了 因为已经重复头了 像我呢 多少还是给作者发一个邮件 告诉他就是跟哪个文章 有很高的这个相似的重复度 希望作者能提供一个 就是原则上 我们不再接受已经被剧的 除非你做了一个重大的修改 或者 并把修改 要辅一个必要的这个解释 说明的文件 再次发给我 我再看一看 如果就是确实是做了大量的修改 确实跟原来不太一致 那我们也可以把它再次送审 所以说这个里边呢 如果查冲率比较高 那么基本上呢 就说这个会 会给作者退回 让他做一个说明 如果比如说 一般来说 我们要作者去check一下呢 主要是看看就是 比如说 一般来说 我就把这个查冲率 比如大于20% 我让作者去重新check一下 因为这个不是一个绝对的问题 有可能比如说 漏引了一些文献 或者自己的一些研究 那么比如说 已经在发表的 那么他又没有引用 所以说这个里边呢 可能会导致一个 比较高的一个查冲的 这个效果 但也有的那个 作者发邮教说 说自己查过冲 查冲率比较低 但为什么就是说 还有那么高的这个 就是这个 就是这个 埃斯菲尔系统自带的一个 但我也没太搞清楚 其实我也问过 这个期刊 那个管理 管理部门 他说他就是 埃斯菲尔自带一个查冲率 那么他会系统显示 到底有多高的这个查冲率 所以说这个里边呢 就是你主要去检查一下 别避免这个 有一些 一些那个伦理上的一些问题 就可以 那么这个 那么有关评阅来看呢 现在来说呢 大家刚才讲 就是这个时间 主要是卡在了 评阅的这个过程上 评阅的过程上 因为至少的话 按照整个埃斯菲尔 就是说外门期刊 至少有两个评阅人的意见 反馈回来以后 主编或者副主编 才有资格做决定 是修还是拒 如果这两个意见相左 那可能还寻求 第三个评阅人的意见 但是这个这个里边呢 就主编副主编 还是有一定权限的 比如说一个小修 一个大修 一个剧 那这个主编可以剧 也可以给大家一次机会去送审 那送审完以后 再送给这个被剧的人的 评阅人手里 看看是不是已经满足了 这个他的这种修改要求 等等 所以说呢 至少有两个评阅人 但是事实上呢 就是我们在处理 整个期刊杂志的时候呢 如果你只找两个评阅人的话 那么整个文章会拖到旷日持久 因为这两个人有可能都不评 有可能根本就不反馈等等等等 所以基本上我们会找五到八个人 五到八个人 就一次性找五到八个人 那么这个礼拜能满足至少有两个就可以 但这是一个前提 如果比如说你 你这个宋审的这些人 对你这个文章兴趣比较高 有可能有五个人六个人都同意评阅 那么这样的话 就会你这个 有时候作者会经常看这个系统的状态 我这个已经满足了 就是已经结果出来了 过一段时间又变回去了 那是因为就是说 这个主编已经把这个 就是说评阅人的数量 有两个改成了三个和四个 因为之前的话系统是自默认两个 知道吗 所以这个情况来看呢 就是说还是还是那啥 还是就觉得 怎么会变来变去 这个主要取决就是说 如果你这个不止两个人 当然就是说给大家一个建议 就是中国人就是说投稿了 现在周期很长 特别是学生很着急 因为他急着毕业 急着发表 那么但是呢 文章呢 现在呢就是两个多月 三个月下起来 一点反应没有 一直在VS 或者什么就是说review过程中 那么这个时候你其实 你可以发封邮件问一下 有的从学会问 我一催是不是就拒了 那这个外文器 它不存在这个问题 因为大家知道 整个这个投稿 这个文章都在这个 这个系统里边 那么这个系统很大 文章数量很多 如果你不催 它就在系统里一直趴着 你要催了 它会看一下 哦 原来卡在了 有一个评论人意见 一直没有回来 一直没有反馈 那它可能会再重新处理一下 提醒一下评论人 或者是 如果迟迟没有反馈的话 那是不是在寻找 另外一个评论人 那么这样会加大一下 你的进度 所以说呢 大家呢 如果有什么问题 或意见的话呢 还是要给这个期刊呢 发个邮件去说一下 不要怕一催 可能就会被拒 这个跟中文的期刊 可能还是不太一样 那我听说 很多人投C刊的话 投了一 主要一催就会拒 那么这个可能性不大 因为它都是按照系统 按照这个程序来做的 这个一个规则 当然就是说 很多人没有送审就被拒了 很生气 你知道吗 这个东西呢 这个没有办法 就是说 这个里边呢 就是说 就是说 所以这个完全取决于 主编 这个 他的一些 一些这个导向性的 这个思维 还有很大的问题 有很大的关系 因为他大概要拒掉 百分之六七十的 这个直接拒掉 那如果 比如说你这个文章 这个表现形式 特别是我跟大家说 一个比较关键的问题 就是你这个文章 不要有什么错误别字 比如说你这个拼写错误 语法错误 很明显的 因为本身来说 Word来说呢 就是大家基本提交都是 Word文件 都是可以带自带的 比如它会给你标出 下滑线 这文章有问题 如果你这个都没检查 直接提交上去 或者有些文科来说呢 文科的图表呢 做的普遍 不如理工科的做的好 那么都是这个 矿图性的东西 大小也不一致 这个就是 就是这个效果很不好 最后也会影响 就直接影响到 你这个 就是说这个 这个就是说的 有可能被拒的风险 还是比较大 就你可能内容写的还可以 但你这个感觉 总的写的比较粗糙 等于一种不认真的感觉 那么这个情况来说呢 大家还是要尽量避免 就你要投稿之前 有关这个拼写的 有关行剧的 有关图表的 这个信息 必须要重新仔细检查一下 力求简洁完美 你这样的话 就是保证 就是它印象中不错 不至于就给你剧掉 直接剧掉 后面我再稍微讲一讲 就是这里边这个 有一些这个 就是在写作过程中的 一些注意事项 所以这也是一个小细节目 另外呢 大家呢 就是说这个投稿的时候呢 就是说 大家尽量还是学校里边 还是尽量用学校的邮箱 那有的人呢 不太习惯用学校的邮箱 用QQ邮箱 163邮箱啊 什么这个Foxmail邮箱 那么这个里边呢 其实就是我们 作为主编来说 都可以打个问号 因为这种邮箱呢 很容易作弊的 你有的 你在学校的老师 你放着这个 或学生 你不用学校的邮箱 用这些邮箱 其实呢 这个还是有被 直接被拒的 这个很大的风险 所以这个大家还注意一下 就你有学校的邮箱 因为学校的邮箱来说 相对来说造假 还不是那么容易 你知道吗 所以说呢 但是你外边那些邮箱 包括外文的 Gmail什么这些邮箱 那很容易很容易 造假的 你知道吗 那么就是不是说 这个怀疑大家 而是说这个风险 还是比较大 这是一个注意事项 另外一个注意事项 就是说咱们文科理科的 那个 不太一样 像 理科来说呢 就是说 通信作者基本都是老师 通信作者 但文科来呢 正好呢 老师是第一作者 学生是通讯 因为按照这个 整个外文期刊的 这个整个思想来说呢 通信作者是出思路 是想法的 那么具体第一作者 是动手写的 如果学生是通信作者的话呢 其实我们在评论文中 也会打个问号 因为学生对整个问题的设计 是不是合理 是不是科学 那么这还是打个问号 因为毕竟老师 还在从阅历上 从经验上 还是要比学生 要高很多 所以说这个里边呢 但是呢 因为咱们国内 普遍都是这种情况 所以我们也 不是特别 就是我一定 学生一定写的通讯 就一定被拒掉 还得看文章写的内容 但是总体来看呢 就是效果不是特别好 是吧 如果大家允许的话 我建议呢 还是仿照 就是说这个 这个老师是通讯 学生是第一 可能更好一点的 那么最后呢 我就讲一个呢 就是说这个 就是在 我在审稿 在做主编的一些 这个注意经验 就是这个东西 首先这个题目来说呢 还是要动点脑筋 就是说 题目要动点脑筋 就是一定让人觉得 你这个题目 感觉很有心意 或很有趣 而且呢 你不能太这个 就是说太本土化 那么中国人最擅长写的 就是一个什么什么的研究 基于什么什么时政 比如基于什么云南省的 四川省的 基于什么 这个长三角的 珠三角的 什么什么的 那么尽管中国的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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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国土面积比较大 咱们一个省面积 可能跟欧洲的一个国家 但毕竟呢 你是一个局部的一个研究 这个地方性的研究 到底有多大的示范意义 别人看了 到底有多大的 这个这个借鉴意义 这个很难说 所以说呢 就是说 现在来看呢 就是说题目呢 就是不是说 一定不行 就我写这个 这个实证研究 案例研究 但是呢 就是这个 如果写的 本身来说 这个 他一看这个题目 就觉得 哇 这个 写的不是特别 没有什么太大心意 那么他有可能就是 就可能会买一下 被拒的这么一个隐患 你知道吗 有些学校的学生呢 还是 学生还是很会写 那么他尽管做了一个 也是一个案例研究 但他在文章里面呢 他标题里面 他从来不体现这个案例 他是把这个案例呢 做了一个验证 那么这是一个写作 写法上的问题啊 就是我前面介绍一下 我这个原理方法 后面我拿一个案例 做个验证 那么这是可以的 而且他的结论建议呢 还是有一个普世性的问题 那么这是就是说 所以这个题目来说呢 还是要 要要要很重要一些 大家还是要动点脑筋 摘要来说呢 基本上来说呢 大概呢 就是说不要太多 一般来说 我们建议最好200次 300次之间就可以了 超过300次的摘要 还是比较多 你知道吗 因为摘要多的话 它无非前面的意义 什么写的比较多一些 因为本身摘要 就是你这个 这个写 重点是写你 这个研究的方法 研究的主要结论 主要是写这些 那么因此呢 就是说这个里边呢 就是说建议呢 摘要呢 还是要控制一下 哈拉一次呢 就EI Review呢 限制85个字 你不要超过85个字 超过的话呢 它也会让你返回 去修改一下 那么最重要的一个东西呢 其实呢 就是主要是这个 contribution 就是这个文章的贡献 那么文章的贡献来说呢 你稍微不能写的太犯 你比如说我研究方法 做了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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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了这个创新 那啥方法创新 你是参数 这个调整了 你还是什么什么之类的 就是说 所以这个里边呢 就是contribution来说呢 一定要 要写 而且呢 就是贡献来说呢 不宜写的过多 我觉得你写两个 最多写三个 你写三四个 四个以上 我觉得这个 这个 这都有点假 你知道吗 就contribution 人本身的一个文章 你的贡献 可能就是一小点 比如说 参数上 我做了一个优化调整 或者是参数上 之前别人没考虑什么 我考虑什么 那么这个 是 可能是 会影响到 整个这个结论 是吧 那么这个 正文主体来看呢 其实正文主体来看呢 就是说 现在呢 中国人写的文的话呢 就是说 这方面学得很快 基本上 就是外文的文章呢 照我理解 就是五段论 前面呢 introduction 引言 为啥做这个研究 研究的重要意义 如果涉及到政策的 可能是政策梳理 做一些梳理 然后呢 文献中诉 我看看 我这个领域 国内外头做了什么东西 那么我的贡献在哪 然后呢 就是说 补一个章节设置 那么第三个呢 就是说 这个方法和数据 方法用的什么方法 数据怎么来的 那么第四个呢 就是这个结果与讨论 那第五部分的结论和政策建议 基本上就是说 这个五段论 那么中国人写稿的 这个五段论呢 就是中国人还做得很好 就是中国人写作的 这个套路 还是比较符合的 那么可能就跟大家 就是说 看的文章比较多 有很大的关系 那么最后一个小的方面 注意事项呢 就是比如说 你在投这个杂志的时候 最好呢 能引一些这个杂志的文章 因为你想不然的话呢 这个主编就会发现 就是你连这个文章 都没有引过 那你可能就是 没有看过这个杂志的 这个类似的 这个情况 你就去投 那么显然有 这个偷鸡 或者这个成分账嘛 你最好引一些 这个本身的文献 如果你这个 这个没引的话 他也觉得就是 你可能就是说 根本就不了解 这个杂志 你知道吗 根本不了解 这个杂志 因此的话 就是说呢 就是这个里边呢 就是说 这个 就是说 怎么就是说 把你的文章 至少能过了第一轮 那么这些东西呢 就是说 当然我就刚才所说的 就是说细节上 那个东西 那么这个呢 你只要花点时间 花点精力 那都是可以避免的 另外做图来看呢 就是说 就是说这个 我们倒不是希望 大家把图做了花来火哨 但是更主要就是 这个图呢 要清晰 严谨一概 那么文科呢 他做那些图啊 包括那种 各种什么 稳健性检验等等 他做那个图来说呢 都不是特别好看 你知道吗 而且呢 切记呢 就是说 直接把那个结果呢 你图片形式粘过来 你还要放原图 你知道吗 你还要放原图 就是说 但是你要是直接粘过来 那个东西呢 就是一个图片 那这个东西呢 就是说 本身来看呢 就是说 对这个 这个主编来说呢 印象都不是特别好的 认为就是 你这个太不认真 就是说 而且就是你粘过来的图 那很容易copy的 你知道吗 很容易copy的 所以这个里边呢 就是大家还是要 要要注意 你知道吗 然后就后面 就简单点说 就是你这个 递交完以后呢 就是评约完 意见回来以后呢 有可能直接被锯掉 但是送审以后 被直接锯掉的可能性呢 大概只剩了 最多可能就30%了 另外呢 就是要不小修 要大修 现在呢 要不 当然还有一种可能 就直接接受 但现在还没有 那个 自从我接受 当主编以后 还没有哪个文章上来 就直接接收的 可能 跟这个整个 大家这个投稿的 这个 这个要求 就是希望 短时间内 尽快地把它成果能出来 肯定有很大关系 像过去 投稿量比较小的时候呢 老外有的文章 确实是 就是人家动了功夫 那直接就 收的可能性 也是有可能的 但现在越来越少了 现在越来越少了 你知道吗 现在就是说 可能多多少少 如果给的意见是个小修 那可能会好一点 有的问题 可能大概有好几页 你知道吗 就是说 那么可能修改起来 还是要花费一定时间 你知道吗 那么这个 如果接收以后 那么剩下的 就是说这个 就是说文章接收以后 那么就是剩下的 就是还有一个注意事项 就是它做一个proof 就是说 它就是在正式 发表之前 要你叫一下稿 那么叫稿的时候呢 如果比如说 你这个需要 做一些小的补充完善 比如说 我希望去那个 就是说增加一个项目基金号 那么或者是 比如说 我这个就是说 我这个就是说 这个就是说 这个这个里边 我这个 有个别人做了调整 那么理论上呢 就是如果是通运作者 第一作者 如果在定稿之后 就是这个接收以后 在修改理论上 是不太可能 你知道吗 因为这个地方呢 是要求 因为他怕是 知识产前纠纷的问题 他会要求 如果你要做这个事 你必须每一个人 都得同意你这个决定 但你要是做一些 比如说这个 这个修定性的 比如非主编 副主编 你要是比如说 这个需要去 我漏了一个作者 或者是我 我需要那个啥 由于这个关系 他可能并没有做出 实际贡献什么的 那么这个还是可以的 那么这是可以的 那么这个就是说 另外呢 就是说这个做proof 做这个验证的时候 大家一定要看一看 因为这个系统 有时也出现问题 比如说这个 因为你这个文章 送审之后呢 有一修稿 二修稿 或者是有最终稿 有的时候呢 他给你发那个 最终确认版的话呢 他可能把那一修之前 或者二修之前 没有修改之前的稿 都发了给你 这个系统 我没有碰到过这个情况 包括很多作者 碰过这个情况 所以你一定要 认真去看一下 你不能就上来 就是看都不看 就直接确认 你确认以后 有可能是 就是你之前 没有修改的文章 被发出来 那么会发现 有很多漏洞 什么之类的 所以这个里边呢 就是在确认之前呢 一定要仔细看一下 仔细看一下 是不是最终版 最终版的这个东西 那么这样的话呢 就是说 避免出现错误 你知道吗 那么这是 就是说这个东西 出版以后呢 就是说 这个刚才讲了 就是说 如果做小的一些 小准修改 还是可以的 那么最后呢 就是说 有关这个杂志 这个更多的信息来看呢 大家可以参照这个网站 参照这个网站 就是说 大家可以了解 更多的这个信息 也可以随时跟我 追信联系 来问一下具体的情况 好吗 刘老师 我的报告 就介绍这么多 今天这个非常感谢 这个徐老师 这个一个是给我们带来 这个第一部分 这个非常精彩的报告 因为我可能 跟这个徐老师 应该算一个小同行 都是研究这个循环经济的 这个实不相瞒 那我们科技主呢 这个最近呢 也在这个研究 这个啊 这个解雾降碳的协同 啊 但是这个 从这个徐老师 这个研究当中 已经从这个 顾费资源化 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视角 来研究这个解雾降碳协同 从 以这个生命周期的这种 方法啊 来研究啊 并且已经有 有有这个 有一些成果了 实际上的成果 包括这个粉媒会 委委矿啊 我觉得我听完都之后 都非常兴奋啊 非常兴奋 啊这个啊 今后呢 有机会再向这个 这个徐老师进一步这个 来请教这方面的啊 对这这这方面的一个研究 还有一个呢 就是这个徐老师呢 这个也给我们非常详细的 介绍了这个 EIA review 这个杂志啊 我觉得介绍的非常详细啊 今天我就我受益匪险啊 呃 反正我我我听完之后 我这个意有未尽啊 这个 呃 那么接下来就是 徐老师这个按照惯例呢 我们就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啊 看看我们呃这个线上的 这个老师同学 有没有什么问题啊 然后这个 好欢迎欢迎 大家可以 大家 对留三个问题的时间啊 这个还是按照 以前的惯例吧 就是说啊哪位老师或同学啊 想提问 你就把你的视频打开啊 介绍来自己 然后把你的问题呢 啊问出来 好不好 看看大家有没有要提问的啊 就是说啊 呃 无论是啊 针对这个啊 这个 徐老师的研究也好啊 就是从这个 顾费的 这个啊 这个这个 啊 资源化的啊 这个这个点无降叹的 这个协同 这个研究也好 还是从这个 呃 这个期刊的角度啊 想咨询一下 这个徐老师 有关期刊的 问题也好啊 大家看看有没有 问题要问 呃 徐老师您好 呃 能听到我说话吗 老师 可以 嗯 徐老师您好 非常感谢您今天的分享 然后我是留着老师 课题组的学生 然后我想请教您一个问题 就是呃 因为大气污染 它是存在这种跨域性的嘛 所以就是实现 减污降叹协同 增效就需要我们 地方政府间的 一个协同合作 那像在减污降叹 协同增效 这实施方案 它的一个出台 也是意味着 减污降叹的 它的一个政策目标 和工具被嵌入了 大气污染综合防治的 制度性框架之中 那像您的一个研究 也提到了 要明确一个 区域化的产生情况 以及利用现状 和它的应对压力 因此我就想请教一下 您认为 现在在我们区域间 或者说是 不同的城市群之间 我们在实现 减污降叹 政策协同方面 是需要考虑 哪些问题呢 或者说是 在实现我们区域间 减污降叹 政策协同的过程中 我们是需要 克服哪些困难的呢 好 这个同学的问题挺好 就是说是这样 就是说这个 本身来说呢 就是说 顾费领域里边呢 就是我们过去 只关注的 就是说这个 资源循环利用的 这个情况 你比如说 这个它不同的 这个固体废物 资源化的 这个技术 有很多种 那我们可能更多的是 考虑它的这个 环境的因素 成本的因素 还有市场的供需因素 那么目前来看呢 就是说 我们就是有人 做过大的测算 就是咱们国家 就是说 看看就是说 这个如果这个 它讲大的领域 循环经济 那么大概这个 减排这个量 大数估算呢 就是说可以 就是大概可以占到 这个大的 比如说比较大的 这个比较乐观的估算呢 大概可以占到 百分之二十五 比较比较保守的估算 大概也会占到百分之十五 那么这样一看呢 就是它这个 减碳的这个量来说呢 还是非常非常可观的 只不过呢 这一部分 这个减碳量呢 之前并没有在 政府的这个考核 这个体系里面去 那么现在大家知道 咱们国家 这个这个 就是说这个 要实行这个双控 就是说这个双控 这个目标 就是我不但要 从这个这个量 那么将来可能要 把温室 这个温室气体的 碳的这个减排呢 也作为这个双控目标 那么有些城市来看 还是比较难 我举天津的例子 天津比如说 天津的话 就是说 它大部分这个电 就是产碳的这个电 都是外送的 都是外边送来的 那你说绿电 那绿电的话呢 它这个要 要涉及到 就是说这个 到底能有多大的 共用比例 也很难说 但是本身 立足于天津来说 那么天津在资源循环 这个在这个做的 还是非常不错的 如果将来 如果能把这部分 这个碳的这个量 考核进来 就是说 那么对政府来说呢 就是还是 完成这个双碳的目标也好 或者是这个 这个就是说 政府来实现 咱们国家的这个 双碳目标来说呢 还是有很大的 这个这个指导作用的 因此我们现在希望 就是说 首先呢 就是说 让大家明确一下 就是我们这个 顾费领域里边 循环经济领域里边 也是可以减碳的 同时也可以降污的 那么这是这个 一个双重目标 是可以实现的 因为本身来说 从原理上来看 没有任何问题 因为本身来说 顾费资源化 相当于替代了 原生资源的开采 理论上应该是 具有减污和降碳的 这个效果的 只不过呢 我们现在要算清楚 到底减了多少 降了多少碳 那么这是一个 一个方向 另外一个呢 我是觉得就是说 我们算了 因为有不同的 研究报告里边 算了很多 就是我到底 就是说 这个技术减了多少碳 那个技术减了多少碳 那么大家算的 那个研究里边 研究的五花八门 但仅算一个量 可能和实际的 这个应用之间 还有很大的差别 所以我们课题组呢 就是现在还有一个 就新开的一个方向 就怎么来看看 就是说把这个 顾费资源化领域里边 间接的这个减碳量 怎么能进入这个 交易体系里边 因为现在咱们国家 在CCER也好 或者是就是说 这个CCM也好 它并没有就是把这种 间接的减碳 把它考虑进去 它现在还是直接减碳 比如减了多少能源 那么减了多少碳 那么它直接来算这种 那么这个 或者固度多少碳 但实际上呢 顾费领域里边呢 它从这个 就是整个这个 替代的角度来看呢 它确实是替代了 原生自然的这个开采 只不过这里边呢 比较复杂的问题来说呢 就是说 它不是百分之百替代 因为它有一个 分配的问题你知道吗 就是说 你比如说 我这个里边 我用了这个资源循环 利用的这个这个情况 那我不是百分之百 都用在这个上面 那么这个到底用了多少 那么这个可能是 学术界需要 首先把它算清楚的 因此呢 我是觉得 就是说将来 随着咱们国家 这个这个双碳目标的 深入推进 一些城市里边 可能会把它做 一个主要的一个方向 因为它在这个 就是说 绿电方面 可能很难做文章的话 比如说 在碳汇方面 很难做文章的话 是需要去 在这方面下起功夫 比如说 通过资源减量 资源循环 来实现这个碳的 这个这个目标 另外呢 就是对整个 这个行业来看呢 可能来说 怎么能把这个 碳的量 真正的 纳入到这个 交易体系里边 让它变成价值 因为你们大家 是搞经济的 搞经管的 知道 那么这个可能还真正的有利 推动这个行业 现在可能 就是官方报道 就是说 有关电子废弃物 那么在杭州那边 做了第一笔交易 那么当然就是说 这只是一个 只是一个开端 其实顾费领域里边 种类还是非常非常多 你从大类里边 工业的 农业的 再生资源的 危险废物的 那么还有生活垃圾的 等等等等 那么这一类的话 如果都把它这个方法学 建立起来 将来整个 纳入这个交易体系里边 还是对于 推动这个行业来说 那么无论是企业来说 还是政府来说 还是有很大的积极性 这个这么一说 这个其实这个 循环经济 这个里边 其实可研究的 目前来讲 还是很多的 是吧 尤其这种大尺度 对 它这个不像大气 大气那个污染物 还是比较单一 就是说二氧化硫 氮氧化硫 颗粒什么之类的 那雇费呢 它种类还是非常 对啊 你要是研究的话 那可能要花很长很长 对啊 其实很 之前我之前 其实08年那个时候 我我其实我 我有一篇论文 就是研究的 它是协同效益 就跟您说的 协同效益 就是 协同效益核算 就是 但是这个 那时候仅限 局限于在园区之内 就是不像 现在大尺度的 大尺度的研究 可能 更符合 这个目前来讲 这个国家 这个简 简简简态 这个协同的 整个一个大的 一个政策的背景 这样 老师 你们这个我还没太清 就是你现在在 精管学院 你们现在这个中心 现在 公共学院 公共管理 公共政策 公管理 公共学院 就是相当 就是说 你们有多少是做 资源环境方面 没研究 其实我们现在 就是我们 你也知道 我们成立了 这个中心 那目前这个中心呢 有大约 十五六个 就是 就是 就是关于资源 与环境方面 那还不少 对 还不少 在国内 好像还算 属于比较大的一个组 你当来说 像南开的话 只有几个人 一两个人 好像 很少 那个南开 也不是 没有专门做 这个管院 他们 很少做这块 管院 这个 现在这个资源 资源 资源这个环境 这方面 这个这个 一个是我们 那个学者 研究学者 还挺多的 而且这个 国家的 这个政策 大的政策来讲 也是 这个越来越 这个来关注 这方面 是吧 就是随着这个 我们简物江战协同 然后美丽中国 双战目标 这些 是吧 尤其这个 近十年 这个国家的 大的政策 环境 环保 这个政策 那个我们 那我们看看 还有没有同学 在在 还有问题 就是给这个 学老师 同学们 还有问题吗 刚才我 我线头看到 这个 好 谢谢 谢谢这位同学 这个 苏浩 感谢您 今天 带来的 精彩的演讲 那我们 还有没有 这个 可是想问一下什么 请问生态 系统服务 评估类的文章 是否符合 EIA review的 scope 这个是可以的 还是有一些人来投的 就是说这个 就是说这个 而且 投台挺多的 我感觉 他主要是 从资源学院 环境学院 投的比较多 像北市大 浙江大 其实投了不少 就是说有关 就是说这个 环境系统服务的 这个评估的 包括生态补偿的 这个是收的 没问题 好 这个同学的问题回答 还有同学 要提问吗 谢谢 还有同学 有没有要提问的 提问的话 你就是把那个 你的摄像头打开一下 那个薛月阳 好像您听不到你 你是不是声音没开 他声音是开 他麦克好像没开 麦克没开 他那个 这么有声音没开 就是说那个 他那个 那个啥 那个不想 现在可以了 你说 不好意思 那个刚才静音了 非常谢谢 徐老师的那个 报告 我们就是感觉 非常受益 非浅 我是刘 我是刘哲老师的学生 然后主要是想 针对您 今天的那个 无费城市建设背景下 这个提 两个小问题吧 一个就是 就是您提到 就是无费城市建设背景下的 顾费资源化的 这个 简物降碳的协同研究 那我想问一下 就是 他作为一个 相当于是 城市绿色治理的 一个方向的 一个政策 他和我们 之前所提的 那些 低碳城市 或者是 创新型城市 他们在 就是在这个 简物降碳 这个目标 下面 有哪一些 就是和以前 不同的这种 做法 或者是 一些效应的表达呢 然后还有 第二个小问题 就是因为 这个政策 应该是 19年提的吧 就是19年 提了第一批 然后 这两年 开始第二批 第三批 那他的 这个政策的 时间也是 比较短的 所以您觉得 我们应该 就是从 就是如果我们 现在去评价 他的话 去评价 这个政策的效应 的话 我们应该 就是从哪 哪些方向 去就是在 这么短短暂的 时间内去评估 这个政策 实施的这个 力度也好 然后效果也好 谢谢老师 他是这样 就是说 有关这个 无废城市 他是这样 就是说 因为是生态 环境部 提出来的 这么一个 政策 政策性的文件 那么他最初呢 叫无废城市 不是说 没有废物 是这个 是达的是 并不是叫 没有废物的 这个城市 他只不过 是要达到 这个废物 最小化 这么一个概念 所以说 他这个 无废城市 提出来以后呢 主要是基于 就咱们国家 这个 大家可能 你们研究 环境都知道 咱们国家呢 就是说 基本上呢 是按照要素 来进行 环境管理的 那么最初 我们做大气 出了大气十条 然后水输了 十条 然后出了土 十条 土壤十条 然后雇费呢 就19年了 国家提出来 无废城市 那无废城市来说呢 主要的大的背景来说呢 主要是 就是咱们国家面临的 就是说 这个废物污染 这个就是 你像那个 我们刚才讲的 那个大宗工业固费的 天埋堆存量 600到700亿吨 举个简单例子 比如说 咱们那个城市生活垃圾 生活垃圾的话 大概就是说 每年的话 大概有几十亿吨的 这个生活垃圾 在堆存着 那么这个里边呢 就是说 从环境角度来说呢 还是有很大的 隐患和危害 那么另外呢 就是说 咱们国家呢 主要从自然循环角度来说 大家知道 就是中国的这个 就是这个 好多这个基础性的 这个材料 因为咱们国家的 快速的发展 导致了咱们国家 很多这个对外 这个 就是这个 从需求角度来说呢 就是说 会带来很多新的危机 那比如说 这个咱们国家 那个新能源车 那么咱们的动力电池 那么由于咱们国家 新能源车的 这个快速发展 导致了这个 金属锂和钩的价钱 在飞涨 那么这个 这个锂和钩呢 又不是个过量元素 因此呢 必须要把这个 从废气里边 把它再循环利用 再循环利用 把它出来 所以这是大的 一个政策背景 那么低碳来说呢 它跟这个整个 这个低碳政策来说 跟这个跟整个 这个咱们国家的 这个大地上 主要是为了 落实这个 全境对全球气候变化 咱们国家 但更主要来说呢 咱们国家可能 就是主要是 从这个低碳 可能从能源节约的视角 比如从减碳的视角来看 那么这两个 这个出发点 还是不太一样 过去的话呢 从管理体制来说呢 其实碳并不归 生态环境不管 但现在来看呢 就是说它碳 也放在生态环境部 那么 而且就是有关 把温室气体 是否定义为污染物 这个说法是不一致 至少现在呢 就是说还没有人说 把氧氧化碳 作为污染物 所以但是把它 作为这个碳减排的 这一项措施 那么这两个呢 就是说 其实我就讲 这两个政策的出发点 是不一致的 但这两个政策呢 确实有相同的共同点 因为我刚才讲 这个顾费资源化 这个无费城市的建设来说 它确实可以带来 碳减排的这个效应 所以说这两个 那么就是说 你说研究视角 因为我不是太懂 这个文科的计量的 这个方法 但是因为我做主编 看了很多很多 咱们投稿的这个文科 用这个计量做这个 他就找一个对照 对照 然后呢 看看政策 一般来说 我看尺度大概 选十年 或二十年的比较多一些 选这个 好像选三五年的 还是比较适合一些 那么它设定 基准情景 然后来看一看 选一些指标 来做一些各种检验 什么之类的 那么这个里边呢 我觉得可能 还是有一点点难度 就是做这个 这类政策实施的 但是你要是说 这个就是说 这个命题来说 我觉得可能 不用去研究 也能证明 比如说 无非城市建设 那么对中国 整个固体废物环境改善 是保湿有利的 我觉得肯定是有利的 那你可以用一些 这个指标来衡量一些 但我还会再想清楚 就是这个固费 你要用哪些污染物来表征 除了这个处理量以外 就是说 用哪些就是说量来表征 你像研究污染的 研究环境的 它可以用一些 这个污染物 比如说氨化硫 氨化物啊 所以说 但是你可以考虑一下 就是说 是不是可以用 这个生命周期评价 在里边的一些 因为它本身 生命周期评价 它就把它放在一个 全球尺度上 来量化这个环境影响 但这个里边呢 本身生命周期评价 是做一个产品的 它这个方法学 起源于产品的 这个产品的设计率 认证产品的 这个环境影响 比如说我汽车 我用钢 我用铝替代钢 那么到底的环境影响 是变大了 还是变坏了 还是变好了 那么到底就有多大 有多大改善 这可以 但把它扩展到 整个宏观尺度上 还是有一点点难 其实我们呢 就是课题组呢 有一个学生 做了一个新能源政策的 这个环境影响的研究 其实呢 就是说 从回顾性评价来看呢 还是用着这个计量的方法 用这个双重差分也好 还是用着这个计量方法 那可能稍微来说好做一点 但是呢 另一方面就是 我们想看看 就是新能源政策实施 到底对环境影响 就是说 从这个实证角度来看 还是有一点点难 因为就是 我们把单个产品的环境影响 把它放到到整个产业 整个政策来说 不是简单的成就可以了 所以现在还没有想到 太好的方法 就是怎么来证明 就是说 我这个产品的环境影响 怎么能放到 到政策层面 但是这个学生在做论文 所以我是觉得 你要研究无费程式 用这个 用这个伎俩的方法做 可能时间还是尺度有点短 你知道吗 有点短 就是说 但是可能 就是说你要是 就本身来说 这个东西肯定是正有利的 你做了 肯定比没做要好很多 你要是看这个 这个实际的投入效果 可能还是 还是有点难 其实我们做这个简物降碳 有一个初衷 就是想看一看 就是不同城市之间 在这个 就是在实行 无费城市建设过程中 它不是要有个建设周期吗 那么就是说 不同城市之间 简物降碳 到底哪个效果好 哪个效果差一些 另外就是说 不同年份之间 我这个简物降碳的效果 在不同 在同一个城市之间 不同年份 比如说我从20年到23年 那我每年 到底这个 哪个这个 这个简物降碳的 这个效果更好一些 那么这样的话呢 可能就是 这个也做 但这个里边呢 还是有一点点难度 主要是就是说 就是整个降碳的这个量 还是在区域里面好算 但简物的话 由于顾沛领域里面 涉及的种类太多 所以说很难去 在区域里面去衡量它 所以我们就算技术的没有问题 因为技术就针对 对到基准情景 但对于区域来说 怎么算 还是有一点点难度 我们反正 我们反正有个基金项目 正在做 反正最重要解决 就是在怎么在区域层面里面 做一个横向对比 和纵向的对比 等到我们有一些 进步的延估成果 再跟你们分享 好好谢谢感谢 谢谢 哎好 这个我们看看 如果还有没有问题 如果有的话 是最后一个问题 好不好 还有吗 好那如果没有的话呢 如果这个我们同学们 如果 还有问题的话 就私下请教我们 请教我们这个徐鹤老师 说实话 这个反正来讲 今天应该是我 主持这个系列讲座 最兴奋的一次 因为这个 我真遇到这个 跟徐老师先见恨完 其实徐老师说的这些 我们其实研究当中 其实真有很多的一个交叉 真的有很多交叉 因为这个 在这个固费循环化 这个资源化的利用过程中 说这个环境效益 或者是温室气体减排 这些 我在我过去的研究当中 都做过很多 但是这个 这个协同 简无降叹的协同 除这个固费 这个资源化 这个视角 我还这个 徐老师 这个已经走在前面了 这个我还没 没去进行探讨 今天真是 后一堆险 这个 挺挺那个 意犹未尽的 那么那个 但是时间有限 这个一会儿也过去了 一半 一个一半多小时了 徐老师 那个 那今天非常感谢您 给我们带来这么精彩的讲座 没客气 刘老师 咱们做交流 期开的介绍 欢迎你 欢迎你们课题组 把优秀的文章 投到我们杂志上来 好的 也希望什么呢 就是在徐老师 这个 未来方便的时候 能够也线下来我们 这个 好好好 有机会来我们线下来 交大交流 就会一定去 好的 最后呢 这次感谢徐老师 感谢我们老师同学们的参与 那本期讲座呢 就到这 好 徐老师 再见 再见 晚安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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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